南安的新冠疫情擋不住 甚至已经在演艺圈逐渐蔓延 除了偶像歌手传出确诊 现在就连知名电影导演 现年50岁的敏奎东也确定感染 由于几天前敏奎东才刚和妻子一同参加中午录电影节 除了妻子之外 许多出席的演员 包含严正化以及影镜号 全都接受了检测 严正化原本预定要以颁奖人身份 参加6号的亚洲音乐大奖颁奖典礼 在得知消息后接受了检测 并取消出席典礼 索性最后检测结果为音信 而参与电视剧日语夜拍摄的影镜号 最终的检测结果也是音信 拍摄行程预计不会受到影响 竟然的对着镜头载歌载舞 男男24岁的人气女歌手请下 原本几天后就要发表全新单曲回归歌坛 但7号一早却传出感染新冠肺炎 经纪公司立刻取消所有行程 消息一出吓坏了不少粉丝 而当红的女团TWICE的日本成员SANA 上周和请下有私下聚会 因此TWICE全体成员以及工作人员 也都接受了检测 经纪公司JYP半夜公布 检测结果为全员阴性 TWICE将会照原定计划继续跑行程 SANA则会依照规定自主隔离到18号为止 让粉丝们全都松了一口气 最近南韩演艺圈拉警报 不少艺人纷纷传出确诊新冠肺炎 从偶像歌手到演员们全都人人自围 现在又传出请下确诊 身边的艺人朋友们纷纷进行筛检 生怕病毒扰乱的行程 重创到了演艺事业 中心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今夜公布 谢谢观看